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想了解种子的过去未来 把耳朵贴在地面 听听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线一定顶人 网上 拿出 准 affiliated 网上 看 人 结果杀最难怪 MVP你还太忙了 我就跟你们俱进 我不敢过夜打扰你们合影拍张 你还给我装批 真的行了 你俩就客气了 我什么累死我不行 不必啊 怎么要不快弄完了 但是今天我觉得你俩发挥的 我不是很满意啊 确实 都感觉都不是自己正常的状态 确实我俩上去就抢完篮球 看到了我觉得从上场第一秒 你们就那种态度就移身作则 得着那种美球比重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 我觉得你们的级别 就是COBA的冠军永远还不够 所以我觉得我上回跟你们俩说的那些事 你们俩考虑是怎么样 仔细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对我们 对于我俩来说 确实是一个断念 能跟美国的一些高手过招 求之不及 今天两连光也算是完成一个心愿 咱们需要去考向更高的挑战 更高的目标去奋斗一下的 北大牛逼情况 北大牛逼 一二三 北大牛逼 北大牛逼 你接放在你的手机 这是真强哥呀 你的手机看见 手机看见 有测的 你接就好了 有设定的 这是真假的呀 这是假的吧 假的吧 是假的 假的 假的吧这是哥 你设定的呀 假的 你看你 哎强哥 你真的假的呀 这是 真的你干嘛呢 不是 真的呀 真的呀 你在哪儿呢 哥 我在天津 哇 气啊 这他们给我的 大大大 大牛逼 大牛逼 那儿 没有 没有 哥 我怎么能给你平闭了呢 哥 我给你说的是吧 啊行 你最近 你被关注 你最近的关注 我们都看了 像微博 那儿 我们说 曹光年之外 包括什么就是 不可信念 看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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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咱每个人都 肯定不是最强的嘛 因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但是我觉得 可能咱们 对篮球的这种态度 真的是 一度人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这样的队伍 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 所以我们商量以后 毅然决然地说 带你去美国 所以就 希望你 行 行 我现在都不知道 激动了 都不知道开心的说啥了 真的 谢谢 谢谢哥 行 行 那你也找找休息一下吧 咱们主要今天就是 做一些训练 因为平时可能 大家在一块集训的时间 会很少嘛 然后今天也算抽出来时间 然后大家一块练一遍 今天主要就是 针对歌人能力 跟歌人防守 因为他那边都是长臂感的 然后练练 在这种长的臂感 还有这种 比较高等封盖的情况下 做一些这种功能 选择手段和练习 冲药 冲药 我没毕业的时候 我看那网上那铁子 什么呢 说啊 跟他妈什么 藏风垃圾 瞎他妈头 我让你觉得 我说不可能 能打全国四十强 全国四十强 全国四十强 年年初中太区 就是因为我瞎打才打这个 我说你们大学这几年有遗憾吗 他俩跟你有遗憾 咱俩有什么遗憾 我觉得没有遗憾 酒也喝了 玩也玩了 成立拿了 成立拿了 你还有什么遗憾 没什么遗憾 美国这事儿牛逼的呀 因为我觉得去美国这事儿光咱们街头这股力量是不够的 所以我希望 涵盖了各路的精英 所以CUB这一块儿无疑王小杰班上委是最优秀的球员嘛 他们是北京大学的 然后是全国冠军 我最近一直一直在看各个比赛嘛 我发现就骑路人王 等于紫衣现在七挂了 没输过呗在北京 没输过呗在北京 就没输过就全打滚军了 那输逃疯了 逃疯了逃疯还不得 逃疯逃疯 逃疯 逃疯 我打破墙了 还有就是耐高 耐高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两年就又恢复到那巅峰那种感觉 我就是因为那场比赛我有印象特深刻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鲁敖 就是青蛙普中的 因为他们就输了嘛 输了我看他一个人在场边自己跟他哭泣 也完了特别伤心 我那一瞬间特别打动了 我这边联系的就是我的发小 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可能就跟好多COBA毕业的一样 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每天有固定训练 然后呢每年有固定比赛打 可能一毕业到企业公司当中 就没那么多时间了 他COBA排前几都没问题吧 我觉得他是我见过COBA最厉害的 我觉得还有两周了 我们真没大点对吧 对 一个囚疯子 一个冷头青 一个天生不服管教的不信命 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挣扎 等三个的手一大就成了一只火把 知名的天地就是最好的朋友对手 比队友更了解你的双手 所以不要害怕挑战更多的好汉 他们是未来的伙伴带着火中走向彼岸 如果没有威胁哪来的方向 如果没有狼就只剩下羊跟羊的对抗 想发现你不管球场有没有灯光 想跟你碰撞 让每块骨头都在回响 可能你正深陷沼泽 或者你始终即可正在撕裂身上的甲壳 我知道你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 来自危机和对抗来自街头叫嚷 东单是野生的信仰 球场就是猎场 要寻找并叫醒所有的熊师巨蟒 你也是球疯子 也是愣头青 也是天生不服管教的不信命 如果没有你在身边 如果我们没有蛻变 如何去迎接来自纽约的闪电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车上海报 然后呢 左边其实是东单 右边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纽约的Dekman Dekman是纽约一号线的其中的一站 然后东单呢也是北京一号现在其中的一站 其实篮球真正得到广泛流传 是篮球变成户外运动 这个事情就是在纽约发生的 所以说我们这次去 我一直为什么强调 其实我们是在探寻 纽约户外篮球的一个发源地 我觉得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这是2012年 罗瓦来查一下 11条的呼吸 最后选择奥背后 非常强硬 我其实就好奇 这28号要跟那个哥哥 对什么 要打个比赛 其实我就挺好奇 大伙心里都怎么看这帮哥哥 帮我怎么看这比赛 我觉得这场球就是得赢 因为赢是最好的尊敬 这么多的 我们应该马上正好也一起去纽约打比赛 作为主流的一些年轻人 所以走之前希望他们年轻人也要对各位元老 所以拜托莫菲召集大家的维长 你这话没什么可说的吧 就打一百份 老公几个老四眼 一二三 好 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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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不用打他不用打解 分 加油 加油 6 5 完了完了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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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死了 老球 漂亮 打手啊 那冬度的那个 对抗比较凶 然后这个 玩对抗 我觉得 得用哪个打的巧克力 因为身体的话可能 快点 欣赏输吧 全球效益还得再好一点 我机会再打一场 再约一场 这个机会大家都恢复 我这胜败是应该买一回事 都挺拼的 我觉得挺满意的 但是唯一就是说 我们打的有点短 想能再多打吧 反正大家每天都能多上 今天我们几个老的 应该拼了已经 之前一直是在打我们 打我们的team 现在他们终于上了 而且我觉得 你们现在有更好的配置 然后 有更好的 有更好的平台 就是你要把 打出咱们 老肖队的精神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 附近代表北京 而是代表中国 所以你们去美国 就预祝 一定是有一好成点 说不可怕 怕不可怕 来来来 一二三东丹吧 这个东丹嘛 最大事啊 来一二三东丹 日落东丹 野兽出没回到东丹 我知道我们从哪来得 跳进回忆里去找点秘密武器 兄弟们好消息 来了一起深呼吸 一二三东丹 草玉到翅膀 飞过了大洋 纽约的邀请 写着你姓名 你敢不敢答应 无数次梦到今天 就在你眼前去挑战 街头篮球的起源